Mac Rumors对iPhone 15传闻的最新汇总包括一些令人兴奋的启示 据Mac Rumors称 苹果将把其所有机型从使用Lightning连接器改为使用USB-C 三星在今年采用屏边美学之后 将在其专业手机上恢复弧形设计 台湾研究公司Tranforce报告说 与非专业机型相比 所有新的专业机型将配备更多的内存8GB而不是6GB显示器 与之前的机型相比 Mac Rumors iPhone 15的显示屏将拥有更高的最大亮度和更多的颜色选择 同时还有True Tone技术 可以根据每个房间的环境光线来调整白平衡 使眼睛看得更舒服 Ruas Young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行业分析师 他是苹果显示屏相关信息的权威 他预测2024年的iPhone Pro和iPhone 16 Pro Macs型号都将采用比前代产品更大的显示屏 他的预测指出 他们可能分别采用6.3英寸和6.9英寸的显示屏 显示屏将采用更新的低功耗和YD显示驱动芯片 采用28nm工艺 这应该有助于延长电池寿命和提高性能 摄像头 TF国际证券的郭明池最近报告说 iPhone 15 Pro Max相配备一个前望近视的长焦相机 能够达到6倍的光学变焦 使其在与竞争对手的设备竞争中占据优势 由于索尼的最先进的图像传感器技术 iPhone 15的相机功能将得到升级 该技术采用半导体架构 奇光电二极管和晶体管的层数可减少曝光过度 曝光不足的风险 专业机型将拥有48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 而非专业机型将使用iPhone 14 Plus的摄像头传感器 两者都将具有改进的镜头 以提供更好的低光性能和更详细的照片 电池 一旦电池健康状况下降到不再支持峰值性能 iPhone将停止充电或支持通过USB进行设备间的数据传输 以保护自己免遭意外关机并确保安全 要想再次恢复峰值性能 必须由苹果授权的服务提供商进行更换 供应链消息称 iPhone 15系列将采由28nm技术制造的OLED显示屏驱动芯片 以降低功耗延长电池寿命 有传言称 所有iPhone 15型号将支持USB-C数据传输速度 最高可达480ms明显快于Lightning标准 一份泄露的文件进一步声称 苹果手机只支持经过MFi认证的配件 这可能会限制快速充电和数据速度等功能 只能使用它们认可的电缆设计 苹果的下一代iPhone 15预计将把Lightning接口换成USB-C接口 与它们的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同步 考虑到苹果已经在它们的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上实现了这一改变 这并不令人惊讶 据报道 苹果的iPhone 15 Pro和Pro Max型号将采用可定制的静音按钮 使用Taptic引擎为用户提供物理按钮的感觉 一张微博的海报显示了不同的情况 它们可能会选择传统的双按钮设计 直到它们的iPhone 16型号 传言显示 所有新iPhone的边缘都会有更深的曲线 并采用钛合金框架 这与本周泄露的假人模具一致 不过 这些特征是指适用于专业版 还是同时适用于所有三个版本 还有待观察 在6月10日的活动中会出现更多这方面的细节 此外 专业版机型预计将配备动态导 为摄像头硬件提供更大的切口 价格 由于其钛合金框架和A17芯片 iPhone 15系列的价格可能比去年的机型更高 根据泄露的照片 非专业版的iPhone 15还将配备8GB内存 而不是6GB Mac Rumors最近获得了苹果即将推出的iPhone 15的原型机 这些金属原型表明 由于制造的复杂性和更高的相关成本 固态按钮将不再被包括在内 iPhone 15的一个新功能是一个USB-C端口 旨在满足欧盟对充电端口的规定 根据Srimp Apple Pro的报告 它将只支持被认证为Mac for iPhone的USB-C配件 以及限制与MFI设备的数据传输速度 以减少假线问题